HELLO 大家好,我是稍微粉絲朋友,大家好 那麼今天晚上歡迎來到石風王下馬西復刻的攻略解說 首先這張卡片會強烈的建議大家一定要練一張 他本身當隊長就很強勢了,是免費的平民神卡 這張卡片當隊員主隊上面一定要注意至少帶一張神族 才能夠吃到隊長技能的最大倍率喔 再來他本身隊伍其實玩起來就很舒服 基本上只要是機械族跟神族的牛棚都可以去帶 而且一進場就可以開技能 等於是現在如果你要解機械族的一個成就都會用的一個隊長 除此之外他作為隊員雙技能都帶有檔死的效果 尤其是1技能還有非常大的界王群幅度喔 那並且2技能還可以直接迴避敵人的攻擊 還有無視燃燒年輔跟爆破戰爛的解斷能力 還有中毒盾的解斷能力 總而言之這張卡片當隊員的價值也是非常的厲害 最後一點是如果說下馬西作為成員 隊伍中只有神跟機械的話 還能夠讓下馬西進場CD直接減10 並且增加1000點的三維機子喔 總而言之這張卡片練了絕對不會後悔 那至於要不要複製人呢 我覺得有多的心力在練複製人就好了 目前看起來練一張就真的很夠了 那這次復刻的位置比較特別 也是在左上方的遺跡特許 那大家遺跡特許要滑到最下面喔 那並且點這個露西法的頭像 然後其中最上面就會是十風王的地獄集啦 那這個關卡是常駐開放的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打 並不用太著急 接下來我們就為大家帶來地獄集的一個攻略解說 那麼首先我們從城太陽來進行通關 這邊隊長我們不帶龍科 隊員一騎可以帶一個-CT2的龍科 那這邊我們直接進關跟大家做一個通關上面的講解 好 那首先以進關的部分 這邊我們可以先隨便拉一個隊員的角色珠 且進行手銷 並且不要手銷到光珠 好 那這邊手銷角色珠之後 來到了第二關 第二關的第一條血條 這邊我們可以直接拉隊長的角色珠 並且不要消除這個傳說中的音符符石 把它全部隔開 並且手銷這個角色珠 那這個音符符石變黑色的一個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開 城太陽的二技能 並且拉隊長角色珠固板帶走 接著我們進入到第三關 這邊我們直接開二橋的二技能 並且拉隊長的角色珠 轉珠停在左上方固板帶走 接著我們進入到第四關 這邊我們可以直接開一騎 點光珠 再開一騎 再點光珠 再開一騎 拉隊長的角色珠 轉珠停在左上方 固板帶走 接著我們進入到第五關 這裡我們可以直接開 隊長二技能 加上我們可以拉副隊長的角色珠 在畫面中的轉珠方式 轉珠停在右下角 這邊就有機會可以帶走敵人啦 接著我們進入到第五關的第二條血條 這邊我們拉隊長的角色珠 且手銷這個角色珠 並且我們轉珠停在我們的左上方 接著我們進入到第六關 這邊我們拉隊長的角色珠 轉珠停在左上方 固板帶走 可以不用管那個紅綠燈 接著我們進入到第七關 拉隊長的角色珠 轉珠停在左上方 固板帶走 這邊同時也可以不用管 敵人的火焰地形 接著我們進入到第八關的第一條血條 一樣是拉隊長的角色珠 轉珠停在左上方 固板帶走敵人 來到了第八關第二條血條 這邊一樣是拉隊長的角色珠 轉珠停在左上方 固板帶走 接著進入到第九關 這裡我們可以開阿布德爾 並且我們可以把這個火珠先全部留下來 然後進行空轉的一個部分 下回合我們再把這所有的角色珠給他 再把這些所有珠子給他消掉 這邊建議是可以拉副隊長角色珠 並且手消 那疊火珠 然後最後轉珠停在右下角 好 像是畫面中的操作這樣子 帶走敵人 還不能帶走敵人 好 那現在這個回合之後 我們可以開城太陽2技能 再直接拉城太陽角色珠 不手消火珠 並且轉珠停在左下方 手消角色珠 帶走敵人 這邊就很順利的來到了王冠 在王一的部分 這邊我們可以直接開 副隊長成太郎的1技能 再開隊長成太郎的1技能 再開我們的波波 再開波波 點水珠 拉自身成太郎 我們這邊再補一個 這個 二橋的2技能 然後拉自身成太郎的角色珠 停在右上角 OK 那這樣我們就有機會 可以一回合 打出超過50下的一個攻擊量 這邊我們就看他怎麼追打 OK 那我們一回合就直接把這個傷害給打滿了 第二個回合我們直接拉副隊長成太郎的角色珠 轉珠停在左上方 接著我們進入王冠的第二條血條 這邊建議是可以直接做一個空轉的部分 不要消珠 然後繼續空轉 好 那此時呢 我們可以直接 再開副隊長2技能 再直接 可以開副隊長的1技能 拉一個角色珠 然後 可以直接手銷整版 並且手銷角色珠 OK 這邊帶走敵人之後 來到了最終王冠 這邊就持續的拉隊長角色珠 並且手銷顧板 就可以帶走敵人了 那這隊在 王3 在這裡 是相較無腦的 好那這邊經過大概4個回合 就可以帶走敵人啦 以上就是 以上就是 全合作的一個攻略解說 然後我們龍黑金來進行通關 那這邊的配置上面 畫西跟我們紅愛都帶上了 減CD龍科 找他們這種配置就有機會可以過了 那這邊我們直接進關跟大家做個通關上面的講解 好那首先 這一進關的部分 這邊我們可以直接 先手轉 並且注意 不要手銷我們的光珠 那消除一組五顆的珠子 大約消三組 所有的珠子量 就可以直接過了 好那這邊直接手轉在之後 來到了第二關的第一條血條 好 這裡的話我們可以一樣轉一組五顆的珠子 並且隨便消三組的符石 並且不要消除掉所有的陰符符石 那這邊陰符符石有點怪喔 是一個黑色的形狀 總之不要消他就對了 好那接下來到第二隻二 這邊一樣進行手轉 我們消除一組五顆的珠子 並且不要手銷我們的木珠 這邊一樣是手轉通關 接著我們進入到了第三關 這邊我們可以點暗龍黑金的一技能 並且點木珠 紅綠燈起手 轉個紅綠燈 然後消除一組五顆以上的符石 把木珠全消 這邊一樣是手轉帶走敵人 好那接著我們直接來到了第四關 這裡我們可以直接開龍發格恩 然後庫版帶走敵人 接著我們直接進入到了第五關的第一條血條 這邊一進關的話 我們先不走紅綠燈 先把暗珠全部消除掉 OK 版面上面只剩下三顆以下的暗珠的亮的時候 這邊我們再開龍一顆能力 並且我們走紅綠燈 然後手消二十三粒的一個符石 這邊主要是靠手轉的一個部分 好 轉到二十三並且有消紅綠燈就可以過啦 來到了五之二 這裡的話我們可以直接隨便消一組五顆符石 然後消大約是三組珠子的量 就可以帶走敵人啦 來到了第六關 這裡我們一樣是點龍黑金的一技能 點水珠 走紅綠燈 並且手消泉水 消除一組五顆以上的符石就可以過啦 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七關 這邊一樣是消除一組五顆符石 那大概隨便再消個三組的珠子量就可以過啦 接著我們進入到了第八關 這邊我們先開法格恩 這邊固版帶走敵人 來到了第八關的第二條血條 這裡我們直接手轉 消除一組五顆符石 大概在消三組左右的珠子量就可以帶走敵人了 來到了第九關 這邊我們首先先開一個紅愛 並且在畫面中的轉租方式 隔開所有的符石 接著我們再用疊珠的方式消除火珠 不要手消火珠 接著第三個回合 這邊我們再直接進行手轉 消除一組五顆以上的符石 並且不要手消火珠 消三組左右的珠子量就可以帶有敵人了 這邊我們直接很順利的進入到了王關的部分 接著來到了王一 這邊我們開超獸魔神的二技能 再開龍黑金的二技能 然後等他射完 龍黑金的二技能 然後再開我們的畫西 點我們的火珠跟木珠 接著就隨便消珠 此時的火珠跟木珠是一消的 畢竟我們的畫西會有一個追擊盾的效果 好 此時我們經過了一個回合 敵人只剩下四下的攻擊 這邊我們再隨便消一下 盡可能把所有的凍結珠給他消掉 隨便手轉一下 此時我們再開龍黑金的一技能 點個按珠 隨便消一組五顆的符石 再消三隻左右的珠子量就可以帶有敵人了 好 那最後這邊我們可以直接開個龍黑金的一技能 點水珠 然後再開法格恩固板帶走敵人 來到了最終王關 這邊我們開龍科能力 先開個法格恩固板 接著再開紅愛固板 再來我們開畫西 點畫面中最多的兩種珠子量 我們點的是火珠跟木珠 然後接著直接進行手轉 火珠木珠可以不用管他們 剩下珠子盡量消除 好 這邊來到最後一關啦 剩下17顆珠子 這邊就在我們開 直接手轉 這邊無視黏斧 剩下17顆珠子就可以過啦 好 好那以上大概就是龍黑金的一個攻略解說 那以上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什麼的情報 不要忘了可以按下你的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還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了點個免費的喜歡 那我是喜歡看 我們在下部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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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nung 馬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